歡迎收看有熊老師賠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在前面兩節課介紹這個乘法公式 上一節我們主要介紹的是這個 利用三個乘法公式來去 計算五種不同的元素 分別是這個 A加B A減B 然後 A平方加B平方 A平方減B平方 和A乘B 如果我要算 A加B加C 乘B減A加C 那這樣乘出來會怎麼樣 這跟乘法公式有關係嗎 還是說我一定只能夠直接去乘呢 我們前面提到過一件事情就是 B減A其實他就是負的A減B 所以說 B減A平方 他就是 負的A減B平方 那你平方的時候就會把那個符號弄掉 所以他其實B減A平方就是A減B平方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我們可以了解到的呢 就是A加B乘 B減A 那其實就是A加B乘 這個 負A加B 或者說你可以說他是負的A減B 也就是說其實A加B乘B減A 你可以說他是這個 B加A乘 B減A 那這樣子算出來是 B平方減A平方 你也可以說他是A加B乘 這個A加B 乘 負的 A減B 那A加B乘A減B是A平方減B平方 但是他還多成了一個負號 所以就會變成B平方減A平方 總而言之這樣子我們就會發現怎麼樣 這個A加B乘A B減A 那他算出來就是 B平方減A平方 這有什麼用呢 其實啊 關鍵在下面這一句請把它留在你的證據上面 我們要怎麼判斷 當我今天看到這兩個 裡面都是A跟B嘛 那有一加有一減 那我們不用管是 誰加誰 誰減誰 他這裡寫的是B加A還是A加B 這是寫B減A還是A減B 總而言之有一加有一減 那他其實就跟我們所學的這個懲罰公式有關 只是說到底乘出來到底是A平方減B平方還是B平方減A平方呢 我們去判斷這個 判斷在前後這兩個關號裡面 這個A和B他有沒有 變號 有變號的 有變號的一組 有變號 逗號 被減 我們來看上面這個情形 我們來看上面這個情形 A減 我是 A加B乘B減A嘛 那你會看到這個 A在前面跟後面 他是正的 他是負的 所以A有變號 但是B呢 B在前面跟後面都 沒有變號 所以 算出來結果是B平方減A平方 我們來看我們剛才的這個例子 這個 A加 B加C B減A加C 那後面你看他不但有這個號碼有 正負號有變而且順序也有換 但是那個都沒有關係 我們要在乎的是什麼呢來看一下 A有沒有變號 有 B有沒有變號 沒有 前面是正的後面也是正的嘛 C呢也沒有變號所以其實 B跟C是一組的然後A自己是一組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要去分組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它分成是 這個 A然後加 括號 B加C 他去乘上這個 負A 然後 加上括號的 B加C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 B加C都沒有變號嘛 所以呢 但是A有嘛 所以其實就是A自己一組然後B加C一組 那這樣子乘出來 你可以想像其實我這邊可以寫B加C加A 我可以把B加C寫到前面去 這邊也是他可以寫成B加C 然後-A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算出來呢他其實就是這個 B加C的平方-A平方 對不對 那算然後算出來的時候就會是 B平方加 2BC加C平方-A平方 這是我們 上面 暴力展開之後的結果 那這樣子去解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的出錯的機率就會小很多 那所謂 直接判斷呢就是說我們省略掉前面這個步驟 我們直接用看的 回來看這個題目但是同期 那我們直接用看的就是我剛剛說你會發現B加C他是沒有 沒有變號的嘛所以這個到時候是寫在前面那這個到時候是被減的 所以我們直接就可以知道他是B加C平方-A平方 關鍵就是我們剛剛要你寫在筆記錄上面這件事情 你去判斷前後兩個相成的括號裡面 這些變數以後有沒有變號 如果有變號的話有變號的一組 那沒有變號的一組 到時候呢平方之後有變號的那一組是被減的 這樣可以嗎 那麼這裡有四題 大家練習看看用剛才所教的知識來練習看看 那在學生練習的時候我們來 複習一下這個之前列過的數字表 好 那我希望這個如果有要教小朋友的話呢 那在教到這個 乘馬公式的這一張的時候也請帶著他在複習一次前面列的數字表 那這個A的平方就是完全平方數到底有哪些呢 1的平方是1 2的平方是4 3的平方是9 4的平方是16 打打打打打 那麼 寫好了 我的2 5 3 6 4 9 6 4 8 1 1 8 1 2 1 4 4 1 6 9 196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我之前在列數字表的時候我有提到 20以前的 數字只需要背一個 是17的平方 那 為什麼只需要背一個17的平方呢 我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學懲罰公式但是我就有提到 因為1 2 1 1 4 4 1 6 9會非常的常見 有多常見呢 我們在這裡來看一下這個A加B平方 A加B平方他是這個A平方加2AB加B平方 你仔細看他的係數他就是 1 2 1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只是學順著展開而已 到後面我們學到英式分解你就會看到已經寫好的 比如說他可能已經寫好一個式子就是x平方 他可能會寫這個 x平方加2x加1 那你會常常看到他或者是x平方 加4x加4 x平方 減6x加9 像這樣子的東西你就會常常看到 那你就要知道他這個其實是一個完全平方式 就是x平方加x加1他就是x加1的平方去展開的 那我們如何能夠感覺得到呢 就是因為他的係數是1 2 對不對 剛才這個A加2B的平方呢 他其實就是A平方加4 b加4 所以如果今天是x加2 他的A是x b是2 你看我們現在兩個都是位之數 但是如果我只有一個是位之數他展開來就會變成這樣子 x平方加4x加4他就是 x加2的平方 可以嗎 那如果是x平方減6x加9呢 因為我抓到169 這個係數組合 所以我知道他是1跟3 那中間這裡是減的 所以他是x減3的平方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是我們還是用加的 我們來改一下來看看 如果我這邊是A減3b A減3b A減3b的話呢 那麼他就是這個 A平方減6ab加 9b平方 9b平方 對不對 好那所以如果說你的A是xb是1 是不是就會變成是 A平方減6 x平方減6x加9 是不是這樣子 或者我們也可以這麼想 這邊的A用x B用3 好 那你算出來的話展開來也是一樣會是x平方 這個 B用-3 他用減的 那你會算出來會是x平方減6x加9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就會看到這個完全平方 數字 11 12 13 這三個完全平方數 12114 14 16 9 那這個不算是很湊巧的事情啦 因為你仔細想想我們把一個 完全平方式a加b平方 A用10代b用1代代出去是 100 加20加1 所以就是121 如果A用10代進去 b用2代進去 那就是10加2 12的平方 那他是100 加40 加4 對不對 10加2的平方 100加2ab40加b平方4 如果是A用10b用3呢 那就是10加3的平方 那他是100加60加9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呢就是很 很合理的我們會發現121144169 他就是 111213的平方也就是這三組完全平方式的係數 那因為目前的考試 就是學校老師教完如果要練習的話呢 他想要知道你懂不懂他不會出很複雜的數字 所以反而就很常會看到121144169所組合出來的這個係數 那所以這個是會自然學會的 那14平方是196 196的話我們有兩個 兩三個學習的途徑 第一個你可以想像他是169後面兩個倒過來 那第二個呢我們就是在這裡利用196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只舉例到 13平方169呢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14的平方如果今天算這個a加4b 或者說x加4都可以 我如果去算他的這個展開的話他是 a平方加8 ab加16b平方 如果我算的是x加4 這樣子 那我去展開我是這個 x平方加4 4乘2是8x 4加16 所以我會看到的係數是18 16 不是196 但是如果這個稍微 眼尖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1816後面那個16近位就是196 所以如果今天我 一樣用把這個14的平方用10加4來去用乘法公式展開 他是100 加80加16 所以是196 那你就會發現說 所以 這個196不是 x加4的 這個係數 因為他要他近位 x加4的係數沒有近位 他是1816 那 在這裡說明他 不能 他不剛好是這個係數組合 其實也是一種教學 對不對 你帶著學生看過一遍 他知道不可以 我不剛好一樣 那不剛好一樣是為什麼不剛好一樣 其實他就默默的吸收住了 是1816 是196 那你 兩三種這個學習路徑搭配起來 就會很好學 那其實還有第三種學習路徑呢 我們就再往前講一點點 未來到了這個 國山上 國山上差不多 這個理化學到運動學的時候會學一個自由落體 重力加速度是9.8 那因為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9.8他在算位移的時候他會有一個這個 1 2分之1at平方 1 2分之1乘9.8乘時間的平方 那在這裡呢你就會把這個9.8乘到1 2分之1會產生4.9 這跟我們196有什麼關係呢 那其實這個196他14的平方 他就是49乘上 2的平方 對不對 49乘上4就是196 所以 我們今天如果這個 自由落體第2秒 從0開始到第2秒的距離的時候 到2秒內 我們講2秒內 2秒內的距離的話呢 他就是用1 2分之1乘9.8乘4 量算出來就是 19.6 然後 如果他是算速度他會直接用9.8乘2 算出來也是19.6 所以其實這個196我們還蠻常看到的 在之後的數學裡面 那到了這個 15的平方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15的平方是225 225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當時就倒過這件事情了 a15的平方 這個我發音可能代表他不是a乘5 他是a15 比如說35就是a就是3的意思 45a就是4 那這個a15的平方嚴格說起來他是 10a加5 對不對 就是3乘10加5 35的話3乘10加5他是10a加5 那我們現在已經學了這個乘法公式了 所以再回頭過來展開他一次他是 100a平方加100a加25 那 我把100a同時提出來 我都建議大家 去問你的學生 這個把100a提出來剩多少 100a平方 如果我讓他把 100a拿出來還剩什麼呢 就是比如說6提出3是剩2 那100a平方提出100a 其實剩的是a 你從這裡你就可以知道他對於這個 四值在使 四值在使用次方的時候的概念是不是夠熟 那如果不夠的話就要再多拿這種基礎的問題給他練習 100a平方提出100a 是剩a 課本的教學的話呢 他 這個 多項式除法是跟多項式乘法一起在這個學期開始教的 但是我們一開始的課程沒有教除法 那是因為 教了也用不到 所以我們放到後面要教這個 儲式定理 儀式定理跟英式定理的時候再來教 那寫成這樣子有什麼用呢 這個就是 a 乘上 a加1 乘100 乘100就是放到百位以前 比如說13乘100 就是1300 14乘100就是1400 那你最後兩個又不寫00我們寫25 所以說比如說35的平方他就是3乘上4 3是12 12 25 12放到百位以前後面接25 所以35的平方是 1225 45的平方是 2025 那這個 95的平方是9乘10 9025 125的平方 我們這個a並不限定是個位數 所以125的平方呢他是這個 12乘13 那就是13 26 這樣子 所以是156 15625 那所以剛才這個15的平方 就是25 那25的平方是 625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15的平方就是 好 好 那16的平方呢是這個 256 16平方256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就轉來寫這個2的次方 2的次方2的一次是2 2的2次是4 8 16 2的4次是4的平方 2的5次是32 他同時就是 8 432 因為他是2的3次乘2次 我都建議老師在列這個表的時候要這樣子去跟學生講 就是 等於算是順便複習他們的指數率 對不對 他是3次乘2次 所以是8次32 那所以2的6次就是4的3次 也就是8的平方 也就是64乘以4 那有錯 16乘以4 那就是64 可以嗎 那接著呢 我就說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完全平方數20以前只要背一個 2的a次也只要背一個 最後的這個10次是1024 64後面是 128 128後面是256 這個256就是16平方 對不對 他是16平方所以他其實也是4的4次 那再來是512 再來是1024 到這裡是1024 2的10次 那這個1024呢他同時就是電腦裡面 我們這個1KB 1GB 這個 這個 1KB呢他我們說這個1MB 是1KB的1000倍嘛 但是他其實不是1000倍他是1024倍 因為電腦是用2次元計算的 所以他其實是1024倍 那 所以呢這個1024就是2的10次方 他同時呢也會是32的平方 可以嗎 32是2的5次嘛 那1024是2的10次 所以32的平方就是1024 那這個256呢 他乘2就512 除2128 64乘2128 或者你1024除2 這個都可以算 所以我們只需要找一個當標的 又好記的 又有意義的 把1024記起來 那其他的就是稍微推論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是2的a次啦 那 接著我們先把他寫完 所以這是16平方 17平方是289 289其實沒什麼 特殊的可以記憶的地方嘛 那當然你要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用乘法公式 展開來看一下 這個是17平方嘛 算是10加7的平方 所以他是100加上 140加上49 所以是289 或者你可以說他是20-3的平方 所以他是400 減掉120加9 所以是289 好 這是17平方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把它記起來 那18平方的這個18平方是324 18平方是 9平方乘2平方 所以是81乘4 不用敬位324 所以每次18平方就用81乘4算 那19平方的話是361 19平方 其實我剛才這樣講 其實我沒有背 就是我都是 現場 你突然需要的時候就把它 把他的腦袋裡很快的算一下 因為我知道他是這個 19平方 他是20-1的平方 我們都 利用列這個表的時候列起乘法公式 他是 400 減 40 2AB 加1 所以是361 這樣子 那麼21的平方 這個是144 21的平方是441 OK嗎 他一樣是400加40加1 22的平方是121乘4 因為他是11乘2的平方 所以他是484 23的平方我就真的沒記了 不過我們來展開去看看 20加3的平方是400 加120加9 所以是529 但是我的建議是不常用啦 不常用不用背 24的平方是12平方乘4 所以他這個乘4 1617576 所以24的平方是576 被我擋住了 那25的平方 剛才算到了這個 225 錯了 625 625 那其實寫到這裡就差不多囉 2627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那這個27的平方可以寫 等一下再來看 那 我們先列到這裡啦 下一集帶來列剩下的部分 這一集有作業 我們下一集還會繼續把上次的這個表完成 然後會檢討這個之前的作業 那我們今天這集就上到這裡 好安定了 我們先進行風格 請進行風格 就好安定了 Enfin 新造型風格